第十五條,在這個Figure 中有兩個雙項,C1 和C2 它有Intercept 在 A 和 B 位置 它說 AC 和 AD 是 Diameter 告訴你,Diameter 即是 AC 的 Diameter 即是 90 度 AD 是小圓圈的 Diameter 即是指這一個也是 90 度 其實這個不太必要寫的,因為自然在 JSON 上 strict line 已經出來了 所以 AD 一定是 Diameter AD 是 Tangent to C1 at A AD 是 Tangent to C1 留意,AD 是 Tangent to C1 即是指這條線是這樣的 90 度 所以現在有 3 個 90 度出現 看看如何使用 例如 Part A 了 然後它說你剩下 AC 是 Tangent to C2 at A 其實都很自然的 因為這已經是 90 度,不過我們看看怎樣寫 當然第一件事,焦點已經放在這裡 即是有 90 度的出現 所以你要看的時候,就先寫一回理解釋 先寫一回理解釋 由於 AD 是 Tangent to C1 at A 因為是證據理解釋得仔細一點 所以你會有CAD等於90度 理解是Tangent Perpendicular Radius 先完成第一步,正到的90度 由於它是90度 所以,倒轉就是AC AC這條線是這個Circle的Tangent 接著寫就可以了 理解是什麼呢? 所以,直接寫回 AC is the tangent to C2 at A 理解是Converse of Tangent Perpendicular Radius OK? 這就是部分A 去到部分B 部分B就說 現在知道AC是30度 再加上AC是18個Unit 問你 Radius of C2是甚麼呢? 即是AD除2 其實這個很簡單,是90度 而B其實很容易 In Triangle ACD 你會有A.除18 就是甚麼呢? 畫出來,是90度 這個A.18 這個是30度 所以你想找這個 那是直角生命 直角生命 就是用Sine Cosine Tangent 或者不是定理 現在是牽涉到度數的 所以用Tangent A.除18 就等於Tangent 30 OK?Tangent 30 這個Tangent 30 就算了 A.就等於18xTangent 30 Tangent 30 你可以按機器的 但是呢 其實它有一個更漂亮的答案 就是1除開方3 所以你寫18除2開方3 那寫漂亮就是上下乘開方3 這個技巧你先學定 雖然這一部分 其實屬於Session 8 它不會扣你分 即是你寫18除開方3 其實是不會扣你分的 那這邊呢 18開方3 下面是開方3乘開方3 上面是3 所以就是6開方3 好了 那大美元的 因為我要計算 Radius Radius of C2 就等於 A.除2 就是開方3 是開方3 還有